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要求要从严 从实 从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战略成果 要全力配合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加强对上海边险总站和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指导 调动全系统力量全力以赴支持配合上海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要把北京作为重中之重 严格执行北京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大力支持北京疫情防控工作 要严格执行从严从井的出入境政策 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出境活动 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 要严密边境口岸管控 严防滞留境外人员 抵边聚集 非法入境带入疫情 确保人物环境同防同控 问题隐患动态清零 要严打非法出入境活动 全面深入开展蒙烈行动2022 深入推进三非 突出问题整治 切断边境地区 非法出入境主要通道 严防疫情 巡违法犯罪渠道 输入传播 疫情之下 大家过得真的是太难了 不仅仅是出境难 签证也挺难 5月9日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宣布 根据北京防疫措施要求 北京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已暂时关闭 重新开放日期 例行通知 一 如已预约生物识别 VAC重新开放后 使馆将会与你取得联系 重新安排预约 二 如已提交护照 VAC运营和快递服务恢复正常后 将继续处理你的申请 根据网友收到的通知显示 此前预约的指纹采集已被取消 因为北京召开的 第328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朝阳区政府发布的最新政策 所在区域内和民生保障无关的企业 全部暂停营业 因此 加拿大北京签证中心 将从5月9日起关闭至例行通知 在通知中 签证中心表示 指纹采集暂时不受过期日期影响 即使文件上显示 需要30天内完成 所以申请人可以等待北京签证中心 重新营业后再次预约 或者选择其他城市的签证中心 而在此前3月28日 加拿大上海签证中心 已经关闭至例行通知 近日 网络频传 一些中国旅客在中国海关被捡护照 甚至有人被捡绿卡 而中国移民管理局 周四5月12日发表声明 以防疫为由将严格控制 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出国 算是官宣了 分弦师认为 这一信号表明 大陆公民移民海外将变得更加困难 基本堵死了公民因私出境的通道 随着借贷成本飙升 且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 加拿大银监局OSFI表示 将在今年底 之前调整其抵押贷款的压力测试规则 尽管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OSFI 对现行规则表示满意 但该监管机构表示 在原定于12月中旬发布的年度压力测试公告之前 OSFI可能会再次重新审视压力测试这些规则 在与记者讨论规则变革的电话会议上 银监局副局长本鼓励说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 我们保留返回每年更频繁的审查的方法 这是我们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OSFI的任何指导都是如此 我们正在不断地审查压力测试规则 审查他们的适用性 如果条件允许 我们显然会离开周期来解决问题 他说 自去年6月 银监局OSFI加强抵押贷款压力测试以来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和借贷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 监管机构必须努力解决其规则 在当前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 OSFI规则适用于不需要抵押贷款保险的借款人 当借款人支付至少20%的房产购买价格的首付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目前 监管机构要求借款人证明 他们能够以5.25%的利率 或高于按揭合同200个基点的利率进行压力测试 以较高者为准 以证明贷款者有能力支付房贷还款 但是现在 随着加拿大央行开始新一轮激进的加息 各大商业银行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正在迅速上升 并可能很快超过OSFI的5.25%的压力测试利率标准 据按揭贷款经济称 如今银行五年期固定的平均利率为4.19% 远高于1月份约2.69%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 如果他们想要4.19%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必须要证明 他们可以以6.19%的利率支付抵押贷款 这已经高于5.25%的压力测试下限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继续攀升 压力测试将变得更加困难 借款人也在转向其他的贷款机构 例如信托和私人抵押投资公司 他们不必遵守联邦银行的规定 Mortgage of Canada的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表示 他的客户现在正涌向其他贷款机构 如今他的绝大多数客户都从替代贷款人那里借款 与今年年初相比 他的客户群大约有一半走失 特别是在最近 在过去的几周里 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增长 他说抵押贷款压力测试 是在2016-2017年房地产繁荣期间首次引入的 以确保购房者在利率上升的时候 能够有能力支付抵押贷款 并减缓多伦多和温哥华的狂热市场 属于OSFI的一系列住宅贷款规则B20的一部分 在电话会议上 当被本集OSFI是否对当前利率上升环境中的压力测试感到满意时 副局长鼓励说 我们对B20中设定的期望 我们在监督方面所做的工作 以及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满意 监管机构让我们走上了保持金融体系弹性的道路 日前加拿大魁省的一位75岁的老人 打破了吉林斯世界纪录 因为他是全世界能做倒立动作的年纪最长的人 Hilong来自魁省 他在去年10月 也就是自己75岁33天的时候完成了倒立动作 周三时他被正式列入吉林斯世界纪录大权 根据纪录显示 Hilong当时是想要证明任何年纪都可能做成大事 平时他总是积极健身 从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常倒立 甚至用手走路 在55岁的时候他开始训练便希望能够变得更加健康 从那时起他就每天跑步 做俯卧撑以及靠墙倒立 他表示虽然这个姿势对他来说很自然就做到了 但经过多年的练习他掌握了能完美完成动作的技巧 一开始还是挺难的 但当我找到正确的办法后 现在做起来简单多了 他说道 Hilong表示 他的最大挑战就是尝试打破记录那一天 在水泥地上完成倒立 他建议第一次做倒立的人或初学者 靠着墙来完成动作 以防万一摔倒的话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对于未来的打算 这位老人表示 自己很喜欢挑战 今后会尝试练习用两个手指做倒立 Hilong希望 自己的这个吉尼斯记录能够鼓励老年人 望他们能够选择健康的饮食 保持积极的状态 并向全世界证明 什么时候健身锻炼都不晚 此外他还透露了 自己每天的作息安排 他表示 自己坚持每天早睡早起 跑步15至20分钟 喝咖啡 还会在做完倒立之后 完成20个俯卧称 Hilong的女儿Rola表示 从他记事起 父亲就在做倒立 他回忆起15岁生日的时候 父亲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 那个时候我们在公园野餐 我的父亲骑着我的新车出现 但是他是在车上 一边做倒立一边骑车 在他发现 父亲做倒立的这个技能 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很少见了以后 Rola鼓励父亲联系 吉尼斯世界记录组织 我的父亲在45年前 从黎巴嫩移民到了加拿大 10年前他退休之后 有一段时间 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因为他总是那么拼命工作 Rola表示 现在父亲最喜欢做的事 除了倒立之外 还喜欢和有缘遇到的人聊天 说说自己的这个新记录 加拿大移民部长弗雷泽表示 未来数周内 三架加拿大包机 将在波兰接载逃离 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来加 加拿大目前已经批准了 逾9万名乌克兰人 以紧急旅行签证入境 弗雷泽称 三架包机都从波兰起飞 机上座位先到先得 第一架包机将于5月23日 飞往温尼泊 第二架5月29日飞往满蒂克 第三架包机6月2日起飞 目的地为阿里法克斯 弗雷泽表示 除包机外 乌克兰人也可以搭乘商业客机来加拿大 搭乘商业航班的乌克兰人 可获得一个特别基金的补助 联盟政府表示 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已有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 抵达加拿大 弗雷泽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 还会有多少乌克兰人来到加拿大 自3月底以来 我们已经有紧急旅行计划 批准了约9.2万名乌克兰人 前来加拿大 政府处理的速度很快 因此我预期这数字还会增加 运输部长艾成志表示 在协助愿意前来加拿大的乌克兰人一事上 政府仍面临后勤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是 申请签证者不在申请地 政府需要花费很大力气 找到申请人在何处 他们能从何地出发前来加拿大 以及他们愿意在加拿大何处落脚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